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聊西安的八哥 其实很多人也关注过他 而且大家对他的印象始终停留在 八哥去外国找老婆去这样的事情上 其实我也是在2019年就看过他的视频 当时他还在比亚迪工厂工作 然后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其实他的学历并不高 而且在他这个年龄 对互联网包括自媒体的认知 普通人都没有他做得好 他当时作为一个流水现成的工人 但是他是有一定的理想的 然后他就打算去国外找一个老婆 因为当时他在国内 以他的条件是很难结婚的 我们知道在中国如果你是一个学历低 又没有房子 然后长相也不是特别的高大设起 加上年龄也不是很年轻的话 是非常难找女朋友的 他就打算去国外找老婆 他是1989年出生的 今年33岁了 他的父母都是农民 他还有一个弟弟比他小一岁 其实呢 八哥这种人是我们很多农村 年轻人的一个缩影 大部分人其实条件都不是很好 就和八哥一样 他呢在1997年开始上学 但是可能因为农村吧 大家学习都比较不上心 而且在2027年的时候 据八哥说他当时上高二 由于家庭负担越来越大 很难供应他们两兄弟一起上学 所以加上他的成绩 当时下滑很严重 一度有了厌学的情绪 他就退学了 退学以后 他就打算去外面闯一闯 从开始去上海呜呼 上海呢 是一个国际大城市 但是对于学历低的年轻人 说并不是非常友好 他刚开始先去做了一个酒水职员 后来又去工地 年转反侧吧 反正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工作 最后2011年的时候 他去了上海昌硕科技有限公司 做一个电子加工厂的流水线工人 也就是我们平常调侃的那种 打螺丝的工作 这种工作是很枯燥很累的 而且也没有生生荒奠 阿哥也是非常厉害的 他在这家公司直接做到了2018年 干了7年 后来我关注他的时候 他还在这家公司 可能是干了8年吧 2019年 后来呢 他在网上一直在寻找 能做什么能挣钱 他就接触到了自媒体 在网上注册了自媒体账号 然后拍视频 生产到网上 很开始呢 收益是很少的 后来呢 他慢慢粉丝变得越来越多 然后他就学了视频剪辑 包括拍一些字幕啦 提高视频质量 然后收益也慢慢增加 然后在2018年9月的时候 他辞掉了工作啊 然后从上海回到了西安老家 打算全职拍视频 其实呢 这个做法并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因为当时自媒体已经进展很激烈了 后来他会发现他发现没有了题材 他又去到了西安的比亚迪工厂 这个时候就是我关注他的时候 但是他在去比亚迪的时候 已经29岁了 已经是大年7年了 所以他非常急迫地拥有一个家庭 然后当时就有粉丝给他留言 让他去越南找老婆 后来他发现自己思索了一下 很多中国男人在越南找到了 所以他就很着急地去越南 他做了一些公愿 然后在2019年的5月份的时候 他和一个男粉丝相约 一起去越南 他们先到了越南的广西的东兴 中国广西东兴 在出境的时候 那个男粉丝后悔了 他认为去越南不靠谱 所以他就鼓起勇气一个人出境了 到了越南以后 他先去了越南的盲街 然后在盲街的时候 他因为不会越南语 也不会英语 他就打了一个出租车 来到了汽车站 在汽车站呢 他碰到了一个中国的男粉丝 叫小王 他也是去越南找老婆 然后他们就一相约一起 然后赶往了河内 坐了12个小时的大巴车 终于到了河内 这个时候呢 他又住了进了青年旅社 其实在青年旅社里面 他会发现很多来自中国的单身青年 他们大部分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去越南找老婆 后来呢 他在越南也认识了一些越南女孩 见面以后 因为他不会越南语 再加上他本身可能也比较腼腆 也没有找到女朋友 后来他又去了越南的亮山 在那里认识了一个越南女孩 他把他带到了他的家里 但是呢 这个女孩一直不断花他的钱 却连牵手都不用他钱 然后他在越南只待了十几天以后 他就失望的回国了 不过以后他又去了尼泊尔 可能因为是还是语言问题 加上他在尼泊尔也没有一个规划 或者一个工作 他在尼泊尔也没有找到女朋友 最后在2019年的时候 他又回到了西安 他又打算在西安工作 但是呢 又去了上海菜鸟一站 工作三个月 他又觉得还是想去越南长老婆 他这个人是 人是非常奇怪的 后来他又去了越南 不过这次很可惜啊 他在越南待了 待到了2020年的1月份 就是新冠疫情爆发的前几天 他从越南回国 这次回国以后 我们知道啊 现在再去越南 就非常困难了 因为现在你无法以旅游签证的方式入境越南 你只能以工作或者是留学的方式 以八哥这个能力 可能再也去不了越南了 就是我对八哥的一个总结吧 总体我觉得还是要 有一个自己的事情嘛 事业 或者是说如果你去越南 你不能就简单的打着 我去越南找你朋友啊 或者去结婚的目的去越南 这样是不靠谱的 最好还是能有一个自己的工作 在越南 或者是去越南创业 有一个自己的视野 在这个过程中呢 学习越南语 学习英语 有一个良好的交流环境啊 在这个过程中 你再认识一些越南女孩 等你们感情的自然升温 最后你顺利的和他结婚 而不是直接抱有很强的目的 去越南找老婆 这些往往会失败的 这个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再见